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义乌的念三里人力资源市场 这里呢就是念三里镇这里的一个人力资源市场 当地的招工啊也是来这里招的 那么我看到这边也有很多在找工作的人 那这些找工作的人呢很多都不是找长期的工作 他们一般都是找临时工的 那么有一些微小的这种工厂啊 或者有些工厂就是订单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有订单的时候就会来这里临时招工啊 用个三天五天十天等等 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加快它的订单的一个生产进度 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 相对于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工厂用工来说呢 这种的相对的工资数的高一点 它是短期的短期的一个零食的零食性的 我们这里呢看到一个职业介绍所 那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这里的那个用工的招工的这个工人的工资是怎么样的 这里外面有很多招聘的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的招聘信息 这里是招西塑尔冲藏工工资是三千三到四千五 包装工工资是三千三到三千八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工资一般都是四千到六千左右 主通工的工资呢可能也就是三千到四千 说到美金六到八千 整个工资都差不多 这边的工资都差不多 还有一个开车 这边还有一个开车 是这个开车 然后呢 这边有一些招工资的商工资是四千 装卸工的工资4千 这边还有一个天猫资福 大多元 中工资丘里很大的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村子都会看到这个村子的二楼以下的住人 然后一楼通常就是一种很小的工厂 我在这儿小的那个村子里出现那种小的工厂 我根据你自己的小的工厂 我根据你一下 我根据你这个村子